好,包括快递網絡、倉配網絡、國際網絡、末端網絡 還有大陸那邊會特別一點,還有一個農村網絡 而今天我們都知道疫情現在已經是第五波疫情 其實在這段期間大家都很辛苦 無論在商家方面可能是突然間的一個轉變 還有可能在物流的配套方面可能大家都很頭痛 究竟怎樣可以開闢一些新的血路出來 而材料在這方面的支援 其實我們是可以在物流上面幫到大家 無論在本地或者接下來 Cony稍後他們的團隊都會分享 就是在那個進口方面 我們都有不同的配合 而在本地我們都可以介紹多一點 其實材料已經在本地我們做了很多的功夫 去鋪電我們本地的網絡 包括我們在本地設置了我們的集散中心 有我們自己的集配服務 集配服務我們分為大件和小件 另外我們有自提櫃 還有一些自提點 待會我都會詳細介紹我們幾個業務 中間我們都很希望透過我們提供這些服務 去幫商家解決一些送貨上面 或者在物流上面的一些痛點 今天都想和大家互動少少 在這裡都問大家幾個問題 其實都想知道一下商家 其實在這段期間 最希望材料提供給你是什麼服務 第一就是一個一站式的電商倉儲物流服務 包括裏面一些庫存管理 訂單管理等等 第二就是一個完善的配送網絡 可能大家很頭痛 本地怎樣做集配 本地怎樣去支持一個 self pick up 的service 還有第三 其實材料都在疫站那裡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商業模式 是新的一些商業模式 包括可能你有一些sample 想在疫站去做派送 甚至乎可能有一些兌換的服務 很希望我們幫忙 現在我給大家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給我一點反應 我想知道大家最有興趣 聽哪一個部分 我稍後可能講多一些 這些方面的資料給大家聽 一就是倉儲物流 二就是一個集配加字題 第三方面就是疫站的一些新的方式 大家有興趣聽哪一個 我們不如在check room看看 大家原來也有興趣三 我稍後也會講多一些三個方面 好的 我們繼續 一和三 基本上全部都有興趣 一和三 基本上全部都有興趣 OK 好 第二版 好 今天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其實香港團隊 我們都有一些訂單管理 甚至乎可能是你們接駁了外面 可能是Shopline Shopify 等等的一些網上平台 假設你們想有一些出貨 或者你們想有一些訂單管理 其實材料是可以幫你 一斬式一盤貨 這樣搞定 連同本地的配送 甚至乎送到店 這些我們都可以support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 更加多的細節 可以在會後聯絡我們這邊 這裡也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過去這一年左右 我們其實投入了很多個集散中心 接下來我們都會再陸陸續續 有多些集散中心去投入 什麼為之集散中心 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心臟地帶來 你可以幻想不同流向的件 其實它會先去到我們集散中心 我們會按它的流向 做一些shorting 因為全香港其實有18區 我們都會按它的流向 做一個shorting 然後再做派送 這個就實現了一個高校的一個 貨物裝卸和一個分撥 而我們也都有一些車的投入 而我們另一個sorting 就是一個b2c的集散 其實剛才那個 給你們看集散中心 其實有一些客人 其實它是有自己資源的時候 它可以將全部貨物送到我們集散中心 然後我們再幫它 可能是集配也好 置提也好 這是一種模式 但有些商家可能會說 其實我沒有這樣的資源 如果我不能夠把貨物送到你集散中心 你可不可以上門來拿 其實我們就有這個service 就是上門幫你濫收 然後幫你做 last mile 的 delivery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一條龍的上門加配送 剛剛才可能大家都覺得比較特別 沒有聽過什麼叫逆站 其實逆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一個self pick up point 其實我們全香港九龍新界 已經投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逆站 我們也在裡面做了一些布設 以及一些系統 令到本身來到逆站的人 我們可以展示一些大家想給他看的東西 譬如你想派範圖給一些在自取的人 那這些自取的人 其實他已經是很喜歡賣東西的 那我們就可以選對一些人流 去投放你們的商品 甚至你想放一個live flag 這些其實我們都可以支持的 那這裡介紹多一點 其實我們裡面的做法是怎樣做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線下 在我們不同的逆站那裡 去做一些跟一些客人有些交流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時候你們都會問 什麼為之材料逆站 為什麼經常聽到材料逆站 可能有自營、加盟、授權 那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可以好像一個七十一的概念 那我們有一些逆站是我們的授權點 那這些授權點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共享的資源 那它是其中一個我們的partner 它可以拿到我們的資源 那那這些客人呢 end user 它可以去這些授權點去拿貨的 那加盟點和自營點呢 你看到它整個品牌呢 你看到是材料整個image會很清晰 而我們呢 在個所有 譬如可能一些campaign的配合到 智營和加盟疫站 是更加可以提供到更加好的service 那在這裡裡面呢 其實在右手邊 你會看到我們之前 其實跟不同的電商平台 都做過一些派 sample 或者可能叫一些人 可能拿一些information 或者做一些members的拉伸活動 那這樣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因為每一天來到疫站的人流呢 都是說數以百計的 是的 每一個單個疫站 那所以在我們和客人的互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到 譬如你可能想 Puget 某個年齡層 或者某個gender的人 我們都可以這樣去客制化 去配合你們做一些推廣的 那當然 疫站最主要 其實就是給別人去自取啦 那但是 instead of 正是自取 我們可以add on 一些service 就是給客人去到疫站的時候 除了自取之外 我們可能是 給他們多些不同的message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自取櫃 而我們的自取櫃 其實比起疫站來說 我們是更加全面的 因為它是24小時可以做到取見 亦都有CCTV 各樣東西 那麼 鬼身亦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廣告 那當然 我們都很希望大家用的時候 那可能是 可以考慮就是我們的責配 自取點 和我們的自取櫃 那這裡呢 也都是我們其實整個材料 在推動整個物流發展的時候 我們其實裡面有很多automation 有很多不同的系統去配合的 那 也都給了多一點點 information 所以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團隊去負責的 那其實我們在機場附近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我們的物流中心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很大的project 那 但是可以見證到 其實材料在香港的發展和投入 我們是很重視香港這個地方的 是的 以下這條片可能花大家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可以看看其實 就是我們整個物流配套上面 我們怎樣在一些很細微的事件上面 我們做一些digital的投入 令到我們之後整個效能 整個物流上面都會變得可視化的 是的 大家細心欣賞兩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經常有客人的那個 那個照片人的那個information 那些就是很多分別的人 Infense 尚小的地方 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也有很多地方 我們也有很多地方 在一起去的地方 他們也需要用很多不同的工具, 是因為我們用三派的技術, 我們也要用一個技術, 包括文章的一個系統, 它是要去描述每一個字, 每一個流向,每一個動作, 還有, 我們每一個小歌, 每一個需要, 去將每一個環節, 去錄入那個系統, 可以學習一下, 我們可以學習一下, Cony! 聽不到你說話, 去聽得到的愛, 接下來這點是 音樂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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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補充一下 剛才的一些介紹 其實 你會看到在影片中 有很多不同的系統 是投入了在裡面 包括我們在 收派件的環節 我們會用到一些系統 去做一個物流的 詳情的顯示 所以可能在 收件人 在收到件之前 其實我們每一個動作都 在系統裡面 另一方面 今天也很感謝我們 HKRMA去 去結合這個活動 如果之後 可能對於我們 集配置題的 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 向我們查詢 我們也會有一個 很好的支持給大家 以下的環節 我交給 Connie 好 謝謝 Chloe 這麼詳細的 解說 是關於 本地派送方面的 各位 下午好 我這邊是 進口團隊 同時 Connie 跟剛才開場的 CAMI 是同一個團隊的 我們先展示 我這邊的屏幕 先 我補充少少 大家 因為今天我們的 speaker 的內容 都很豐富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 一個 chat room 我們開頭的時候 都發了今天 我們那個speaker 他們會 cover 的 topic 的 rundown 接下來的 section 就會是 菜料團隊的介紹 關於進口團隊的 方面 之下 那四位 speaker 的出場 就會交給 Connie 幫我們逐步介紹 謝謝 Connie 好 謝謝 Doris 首先 也很感謝 Doris 有這個機會給我們 在這裡 跟各位香港的朋友 去分享 關於菜料 無論是香港本地好 還是進口團隊好 有什麼服務 或者產品 可以幫得到大家 正如剛才CAMI 所說 現在其實 知道第五波疫情 很多可能 香港的商家 他們對物流的服務 都有很大的需求 無論是本地 或者是進口 也好 今天很開心 這個機會 也可以請到我們香港 sorry 是中國大陸 杭州總部那邊 有四位非常之資深的 supply chain expert 跟我們講解幾個方面 首先我們是有 Emma 會講解一下 如何可以很快速地在天貓 國際開店 做國內人的生意 第二 就是我們也請到 我們的solution head of solution Kelvin那邊 去講解一下 除了天貓之外 其實我們有很多渠道 現在我們已經 在菜料打通了 在商流方面 其實菜料都可以幫到大家 第三個 topic 就會是 我們有 supply chain expert Rikkon那邊 會跟大家講講 在供應鏈的金融方面 我們其實都可以幫到大家 例如是怎樣做到融資、貸款 它有什麼門檻 我們待會可以聽聽Rikkon 跟我們講解 最後一個speaker 就是我們來自關務團隊的專家 就是Fin 他會跟我們揭開關務方面的神秘面穿 因為很多聽到商家 或者是一些association 跟我們講 其實關務方面的知識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 curious 今天我們一起來聽一聽 好了 首先我會做一個introduction 因為之前的介紹 都是用廣東話 之後可能會有少少在商語廣播 我會轉變成普通話 給我們杭州的同事 首先我們會有兩條片 來看看我們之前進口部的同事 是有什麼成功的個案 首先第一個 會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保濟院 保濟院方面 他當時遇到的問題就是 如何可以用一個跨境小包的形式 打入中國大陸市場 但他隨時是兩分鐘就載了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嗎 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你那聲音 但是聽不到片子的聲音 嗯 是完全聽不到 完全沒有聲音 如果是這樣呢,這一條呢? 聽得到嗎? 這條片都聽不到影片裡面的聲音 你應該有一個按鈕,你分享影片之前 它應該有一個按鈕,你分享聲音的 好,我重新登入,不好意思 我先結束我的分享 好,接著我再來共享 沒錯,要共享聲音 好,首先來保障院的這個分享 現在應該聽到是不是? 謝謝 保障院是一個一百二十五年的老字號 它起源在廣東的佛山 後來就來了香港 是一個家傳匯曉的腸胃科藥物 跨境電商的生意的特色就是它單細 但是單的數量非常之多 好像我們這樣正常的公司 處理上來就是相當的困難和複雜 必須要很認識香港藥品的出口制度 以及國內對藥品的入口制度 再加上這些制度是經常會有變化的 對我們做生產的企業來說 這方面的工作實在太過繁重了 直到我們遇到材料 菜料它本身除了有很完整的數據系統 以及它的物流網絡之外 還有很專業的團隊支撐 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打包 辦證和清關的服務 他們這方面的服務 可以幫我們解決很多繁瑣和複雜的問題 我們送貨的速度 提供服務的滿意度其實都大大增加了 我們看到這兩三年 我們保證院在跨境電商平台的銷量 也都慢慢地增加 我期待旗下的很多不同的產品 都可以透過材料 做到跨境電商平台的生意 可以在國內蓬勃的發展 透過它們的全球性的網絡打通 真正正為商家實現和世界零距離的銷售 這個案子就是和保證院 當時我們和保證院的CEO談論的時候 他都說因為他們本身這個品牌 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專門的工資組 所以我們在物流上幫到他們一站式的服務 其實是幫了他們的運動 下一個會是一個日本品牌子 諾敦是怎樣幫他們打通 進入內地的陽光的通路 因為我在guess list 上 好像看到也有日本品牌的商家 今天會加入我們的會議 所以我特地也加插了這一段 大家洗心欣賞 對 Honey 可不可以放大一點嗎 你的影片 你說那個平衡 對呀 那個可不可以最大 你等一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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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都是 日本的百年製薦企業 很為為良評判 各地製品的有効性 ROTOは16年連続でNo.1の世界的販売を達成しています 天猫での海外機関店展開はOTCをメインとしました 参入前提としてはブランド品質の面からしても物流と倉庫への要求があり 保証されるべきポイントとなります 非正規な操作は機関店にとっても不安定な運営として多くのリスクをもたらします 2019年2月から3月の期間香港の海外倉庫を訪れた際 ケミー様ともお会いすることができ 我們亦と同他做了一個很詳細的分析 ファーリーの成本と穩定性は有很大痛点 就像このような状況によって 我們亦と共識は 要代表陽光而柔、穩定的物流链路 是大家需要的服務 ケミー様を通して いろいろとお役所やシステムにおいて 詳細のプロセスを一つ一つ明確にしていきました OTCにおける液晶EC物流に関する多くのハードルは 蔡尼和の関係者よりご支援いただけた 大家不断に行く沟通 不断に開会を 一緒に努力尚試 最終結果は皆さんも滿意 当年2019年の双叉 私たちは非常に穩定的 コレットの仕方については ブランド側としても大変勉強になります 今後とも継続的な関係を維持しながらも 互いに高め合える存在で 位置づけ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関係の関係は非常に良い では簡単にご紹介した 私たちは香港の団体について 私たちは10名同事について これはカミさん開場のキャンミー 私たちに2位BD同事 そして他は運營同学 私たちは銅鑼湾時代の廣場31層について 私たちは私たちの間について 皆さんに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私たちはここに近いです 私たちは韓州の同事に交換 私たちは韓州の伴侶と交換 私たちは漢州の関係を交換 私たちは漢州の関係を交換 私たちは私たちの関係を交換 私たちは私たちの関係を交換 私たちのプリ택で 今回は私たちの関係を交換 私たちは自分の知熱感 それを関係している ぜひ私たち него V buenas そのチャンネルは 私たちのケーク椅子 それぞれに 跟我們做一個介紹 如何可以快速在天貓國際開店的 Emma,你準備好了嗎? 接下來,我們又見面了 Hello,Emma Hello,大家好,我是Emma 然後我目前是在那個內地工作 我不會說廣東話 所以我只能是用普通話來跟大家說一下 咱們跨境電商的第一站 如何在天貓國際開店 然後那麼,其實我是來自於 菜鳥國際進口的這個PA團隊 Pay就是Peer Count 然後那麼,我們團隊最先做的 就是給天貓國際的進口商家 提供物流解決方案的 也就是說,咱們的像香港的一些品牌 然後它要在咱們天貓國際上面開店 那麼它一定會諮詢 我們的一些物流鏈路的解決方案 包括我們物流的這個菜鳥的報價 然後去對比第三方的物流 那麼所以呢,我們是跟這個天貓國際的 招商小二和這個行業小二 接觸比較多的 所以呢,這也是我為什麼會跟大家講 這個咱們天貓國際開店流程的這個原因 那麼咱們PA團隊一部分的工作 主要是給行業做解決方案 比如說像冷鏈 食品行業的這個巧克力 在夏季的時候是比較容易融化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現在是不是 是分享那個新的畫面的 好像沒看到 現在的那個好像還是之前 之前Call你的那個 應該是 應該是 是的,我還沒有考慮翻第一頁 我先開個頭了 OK,不好意思 可以繼續吧 好的,好的 那麼包括這個剛才所舉 美舉的這個樂墩 然後這個OTC的一些解決方案 陽光通路這一塊的 包括給一些輕車服飾類的 這個行業 提供貴品倉的一個解決方案 例如說我們長期放在倉庫的 波波融路變形 然後衣物容易起褶皺 包括施化洛基石的一些寶石 容易這個有灰塵 或者說是沒有那麼亮 然後我們幫他們去做一個 二次修復等等 那麼另外一部分呢 我們其實我們的工作就是 接觸這個客戶 我們現階段呢 其實除了咱們團隊 除了服務天貓國際的商家以外呢 也給這個其他渠道的 這個客戶提供物流解決方案 那麼我們現在來說一下 這個現有的天貓國際商家的 開店流程 那麼在這個 在講這個開店流程的這個前提呢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阿里巴巴的一些特殊的稱呼 什麼叫做商家呢 所謂的商家就是你在這個淘寶網上面 開店的客戶 我們都稱為是商家 那麼小二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 阿里巴巴集團裡面 幫助這一些商家成長起來 就是告訴他們 大概要投放多少流量 參加什麼活動 然後如何去做贈品等等 然後來幫助商家 這個慢慢促進銷量的這個同學呢 就叫做小二 那麼還有就是行業 那麼所謂的行業 其實大家就更好更好理解了 我們內部呢 把這個各個產品分成 各個在淘寶網上面售賣的產品 分成九個行業 有美妝行業 各戶家親行業 保健行業 數碼 數碼家電行業 還有服飾 食品 家居 母嬰 還有這個寵物食品 所以我們是把它分成九大行業 那麼咱們開店的商家 他其實也是要去選擇自己的主銀行業的 例如說我們香港的一些藥妝品牌 那麼可能我這邊會這個申請保健行業和美妝行業 那麼我們是支持這個兩個行業同時申請的 那麼咱們天貓國際的這個店鋪呢 其實也是分成四個類型 一個就是專營店 那麼他其實賣的就是一些各大品牌的一些市場通貨 那麼他所要拿到的一個品牌售圈 也基本上是在二級或者三級就可以了 例如說我又賣這個雅士蘭黛的眼霜 我又賣藍蔻的這個面霜 然後各個品牌都有 就是類似於雜貨店 這個就是專營店 那麼還有專賣店 專賣店其實類似於商場上面的一個專櫃 雅士蘭黛專櫃 然後我只賣這一個品牌 那麼還有單品牌旗艦店 那麼他就是以品牌的形式去作為命名的 比如說雅士蘭黛官方喊賣旗艦店 那麼就是我在這一家店鋪 我只賣這一個品牌 而且他必須要拿到品牌的 在中國區的一級授權聯絡 就是總代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麼還有賣場型旗艦店 例如說像澳洲的這個CW 然後那麼他也是屬於這個 多品牌什麼都賣的 那麼他可能會來源於一些中免啊之類 或者免稅店之類的 包括他也直接問品牌方打貨 那麼他在這個開店的時候 其實這個只要拿到這個 這個產品的一些銷售的證明 就是進貨的這個證明 他就可以賣這個產品了 那麼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咱們這個天貓國際商家入住呢 其實是有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呢就是邀約入住 所謂的邀約入住 就是說咱們是有 Base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招商小二的 包括香港地區 然後那個日韓的 還有這個歐洲的 澳洲的美國的招商小二都有 那麼這些招商小二呢 其實就是比較了解各個國家的一些本土 然後呢他會去接觸這些品牌方 然後去這個推動說 是否有興趣進入到咱們中國市場 開全門國際店鋪 那麼呢一旦達成這個合作的這個意向之後呢 品牌方這邊提供這個 基本的一些店鋪的信息 包括品牌的一些資料 包括這個經營的規劃等等 包括股營的類目等等 那麼這個小二呢就會發 邀商小二呢就會發出這個邀約 那麼邀約之後呢 其實最終是需要行業的小二去審批的 因為他需要去評估說 這一個品牌它 適不適用於咱們中國的消費者 例如說那個 在美國市場上面 其實黑人賣假髮的是會比較多 但這個可能在美國是比較這個流行的 那中國人戴假髮的還是稍微比較小一點等等 他就會去評估各個行業 他在中國消費者的一個傾向的一些產品 那麼如果說行業小二這邊評估 審批通過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入住邀約碼 那麼通過這個入住邀約碼之後 商家會提供非常正式的一些資質 包括一些商標等等的 那麼還有一種就是自建入住 那麼自建入住呢 就是他可能接觸不到各個全球各地 背似在全球各地的招商小二 但是呢 品牌方想要這個加入天貓國際開店 那麼他其實也是有一個路徑的 通過這個3w.天貓.com這一個官網 然後商家是可以線上提交申請的 那麼線上去提供正式的三大資料 品牌資質 企業資質 以及這個品牌的一些介紹資料 發源地等等 那麼這個會有這個15個工作日的一個審批的時間 那麼主要還是由行業這邊來進行審批 審批完成之後就可以進行開店了 那麼還有一種呢 就是每一舉入住 就是我們九大行業的行業小二 他會去看這個行業 其實在海外這邊 有中國市場的一些品牌 比如說現階段已經通過代購之類的 就是說在這個國人的這個意識上面 就是這個品牌是比較好的 那麼行業小二會認為說 他是有中國市場的 那麼他就會去美舉一下這些品牌 那麼這些品牌其實是給到招商小二的KPI 是他今年必須要拿下的這個品牌 那麼招商小二會以這個美舉品牌的list 去跟各個國家的品牌方去談 那麼談完之後呢 這個確認合作意向 商家線上提交申請 然後商家上傳資料 那麼這三大陸住的流程 實際上我們都會進行一個K名單的教驗 然後再重新去通過這個第三方的資質審核 然後最終就啟動店鋪 那麼咱們招鳥國際進口的KA團隊呢 其實在 往往是在這個發放邀請嘛 就是正式確認可以開店的時候 或者說是在美舉的一些品牌 其實是在商家線上申請的時候 自介入住的這些品牌呢 其實因為前面都沒有進入到招商小二和行業小二的溝通當中 所以往往是在啟動店鋪的這些環節介入進來 然後去給一些商家提供物流解決方案 包括哪些產品是中國跨店進口是可以錄的 哪些是植油的模式可以錄的 包括咱們植油保稅各大模制的一個報價等等 都是這個最早期介入到商家的溝通的 那麼那麼可能大家聽完我關於天貓國際商家入住開店流程的介紹之後呢 也會有問題 就是咱們開一家天貓國際的店鋪到底要多少錢 這個呃大家猜一猜就是有人知道嗎 Cony你能看到這個互動的版嗎 嗯我這邊好像沒看到我看一下 呃我這邊好像沒看到checkbox 啊Doris 呃我看看 ok 現在還沒有人問問題 有沒有人想猜猜在天貓國際開一個店 大概花費的錢是要多少 有沒有人 因為這個是我們之前收到的問題來的 那麼我們都想知道大家生活中的水位大概 大家可以隨便猜 是沒有 有人說 一萬塊錢有人說 一萬元可能有點低哦 哈哈 有沒有第二位 有沒有 兩萬元 還是要再高一點 嗯 啊給大家說一下背景吧 其實在呃 一三年一四年的時候 就是咱們國人的消費力慢慢的變強之後 市場上面就會有很多的代購 或者是啊水克 被一些羊奶粉之類的進到中國市場來賣 去售賣一些跨境的品牌 那麼通常是在全球購 就是開全球購的店鋪 那麼後面呢 其實我們發現 沒有經過一些品牌連路的一些審核報 就是在這裡 就商家提交資質 包括去審核他的一個 一級行銷商的身份也好 還是品牌型開店的一個身份也好 其實消費者很容易購買到假貨 所以呢就應運而生有了這個天貓國際店鋪的誕生 然後那麼所以天貓國際店鋪相較於咱們全球購之類的淘寶C店 它的門檻是比較高的 所以呢他需要這個通常來講 就是每個行業都不一樣 那麼像各戶家庭他可能收賣的客單價在一兩百 那麼像保健品就高高低低参差不齊了 然後那麼保證金是在三到五萬之間 那麼這個保證金呢 其實如果說您這個在兩年以後 或者說是當然我們不希望你是關店 就是或者說您覺得中國市場很難運營下去的情況下 是可以選擇退出並且這個要回保證金的 但是呢我們會有一年這個三萬元的技術年費 那麼這個技術年費是使用這個商家的店鋪後台所要這個繳納的費用 那麼這個費用其實也是這個兜了一些咱們集團的開發成本 所以呢這個技術年費三萬元是必須要繳納的 那麼當然這只是在天方國際上面開一家店 您必須要準備的這一部分錢 那麼還有一些這個庫存的一個備貨 那麼備貨也是要看備貨的深度 例如說我們的一些超爆品往往是備貨到內地的保稅倉 那麼備貨深度會更深一點 那麼如果說對於一個新的商家來講 我們更建議他用這種香港停留的方式 那麼他可能每個FQ只是想要備一百個以內的貨品去試試看 他會不會這個戳中國人的一個購買力 那麼所以說呢還要看這個您的這個貨物的這個採購價值 以及你的備貨深度 所以綜合來講的話 其實開一家天方國際店的成本會在十萬元以上 然後那麼這個我這邊關於天方國際商家入住開店流程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然後有任何問題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掃碼 然後來這個進行更深更深的一個了解 Kony 我這一趴結束了 好的 非常感謝Emma 非常詳細就是前世今生 然後費用各種都獎到了 謝謝Emma 好 那剛才呢我們就講了在天貓國際 這裡是怎樣開店 那雖然網上去的step是很多 但是其實Emma她的意思就是由step 1開始 我們都會有小儀啦 其實小儀我們都可以理解成為customer service這樣的角色 去幫大家從step 1開始去開這個店舖的 好 那有一個問題我想和大家問的就是我們完成這個開店舖的時間大概是多少呢 Emma 我可以提個問題嗎 就是說開這個天貓國際的店舖它的虛實它的時間大概需要多久 開店從確認合作到提交資料包括審核完成的話是15個工作日 那麼備貨也是要看它的一個備貨的周期了 例如說它是要備貨到咱們保稅倉 而且它可能是美國或者是歐洲的客戶 同時呢它採用海運的方式 那麼我的一個心理預估大概是在兩個月的時間 那麼我們在這個備貨的兩個月的時間是不扣取這個技術年費的 然後等到商家完成上架到我們的菜鳥倉庫之後呢 店舖才算是正式的上限 那麼譬如說咱們香港的一些品牌 那同時呢備貨到我們菜鳥香港倉 那就非常快了 那就是一到兩天就可以完成上架 就是商品的上架 對 那麼同時呢 關於一些達成合作的談判 以及自治審核的十五個工作日 還是無法避免的 嗯好的 非常重要 那麼這個時間內 大家剛才也有聽到Emma說了 那麼十五個工作日左右 那麼如果大家是想 可能在peak season 大速啊 促銷之前 去盡開電嗎 其實都是可以聯絡我們的 OK 好 那麼我們會請來head of solution 我們又請Kelvin 會跟我們講解一下 那麼除了天媽之外 其實可能我們其他渠道 譬如說現在很流行的一些 一些直播 譬如說一些快手啊 或者小紅書啊 這些渠道 其實我也有興趣的 去促進一個商流的話 那麼我又 菜鳥又可不可以幫到我們呢 那麼還有呢 我現在發展的這個階段 可能還是一個初級的 一個中小期的話 那麼我也想打入中國市場 那麼什麼模式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是最適合的呢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 可以有請我們的Kelvin 會幫我們去解釋一下的 Kelvin 你準備好了嗎 可以了 可以了 好的下面時間就加給你了 謝謝 好的大家好啊 我叫Kelvin 然後可以叫我海洋 然後我這邊給大家先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菜鳥目前提供給各位商家 從香港直游到內地的一些重點的解決方案 然後目前對於對於菜鳥來說 我們就是目前提供給到商家的 從物流骨粒端 鹵液端子上來說 主要是有兩種比較大類型的解決方案 其實這個是取決於商家自身的能力而定的 也就是說如果說商家自己是有 在台湾是有倉的 或者是您自己是有一些備貨的倉庫 或者有一些第三方的購買商任的倉庫 然后这个仓库是可以履约从仓储到打包的一整条链路的一个打包的能力的话 其实我们是支持商家由自己的仓发货 然后打包完了之后再送到菜鸟仓 这是我们第一条链路上的集货仓的这个模式 然后菜鸟所承接的是说是从收到包裹开始 然后去承接从香港收到包裹之后 一直到送到内地的消费者签收的全链路的这样一个旅约 然后第二种是说如果说您的仓库没有做 不具备说2C订单打包的能力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提供备货的仓库的 就是您可以通过大货2B的方式把货备到我们的仓库 然后在订单产生之后由我们仓库去旅行下架打包 然后再通过赶车以及后面的全链路 一直到消费者签收的全链路的那个整条链路旅行 所以说从整个物流履约上我们大致分为两类 就是说您如果有打包能力 那我们可以提供集货和中转的服务 如果您没有打包能力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备货 这样一个服务 然后从整体的服务上 我们这里列举了几个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给到商家的一些 相对比较大的一些价值点 我这边捡几个重点来说吧 第一个是时效 就是从香港旅游到内地 目前菜鸟能够做到的时效 平均时效是在三天左右 然后其实且这个时效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然后第二是说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那个本地的团队 这个团队的事情之前Kony有讲过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第三种情况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提供一些 因为从整个进口的市场上来说的话 其实只有相对它会 它服务的是一些 飞标常委或者是一些特殊品类的这样一些商品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特殊品类的几句方案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可以发酒水类的 我们是可以发香水 香水其实属于最低等级的危险品 这样一个属性 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是可以发一些 相对比较高价值的商品的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说我们从时效上 从时效表达上 就是我们就是我提到了说 我们现在从香港可以做到三日打这样一个时效 然后同时我们在连同天堡国际前台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时效的表达 就是说我们可以向消费者透传 反正说我们这个订单或者我们这个商品已经购买之后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甚至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晚到必赔的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会承诺一个时效 比如说三天内送达 如果不送达的话消费者是可以发起投诉 且我们会给消费者做一些赔付的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接除了就是像 整体的那种四通一达相对比较标准的配送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高相对比较高端的配送 比如顺丰 然后还有一些针对大件物流的一些德邦的配送 对 然后其他几个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剪了几个比较重点来说一下 然后第三个是OTC OTC其实大家就是已经提到过了 然后OTC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为什么现在香港进口到OTC 就是香港进口到国内的池油里面会有很多OTC的品类 第一是说OTC它没有办法就是保税 因为它是一个非正面清单的一个商品 对 然后这些商品在需求量比较大的时候 很多商家会选择从香港来发货 然后对于OTC这件事情 其实它会受到一些药监局的监管 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商品进入到香港 备货以及香港本地的商品 它要发到通过进口的方式进到内地来 它需要有一些就是香港卫生署的一些 整体的政策上的要求 然后我们是可以提供一整套比较专业的 告诉商家说我们从海外进口到香港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进口证 同时我们是具备药牌的仓库的 我们现在有四个仓库都是具备在香港 有可以存储OTC的资质的 然后同时我们会告诉商家说 你要背后到我们这个仓 你需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 进口证的申请 然后以及我们在把这些户发到内地的时候 我们会严格遵守卫生署的要求 去做一些包括出口证 包括一些进口备案 还有一些整条链路上的一些 根据监管要求而定的很严格的服务 然后这个地方的具体的服务流程 我就不赘述了 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很多专业的团队和专门同学 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流程 然后目前来说 从香港进口到国内的整个菜链的包裹里面 基本上有20%到30%都是OTC的药品 然后从整体的量以及服务的商家来说 我们都是相对比较专业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先跳过来 然后第三个是我之前说到过的 就是奢品的服务方案 然后对于奢品来说 其实对消费者最大的关注点 其实不一定是时效 最大的关注点是说 他可能会怀疑这个的赠品心智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针对奢品这条链路 我们可以提供的第一个是说 质检的服务 就是我们去联合了像第三方的质检机构 比如说中检 然后它会提供一些质检的方案 针对鞋类 针对香包类都有不同的质检的方案 然后我们的仓库是可以配合这些质检的机构 去提供一些仓库 在收到货之后的一些拍照的服务 然后上传给到他们 然后他们会通过技术的手段 会反馈给我们说 这个品质可以走的还是不能走的 对 然后第二个是说 会有一些凡美扣的一些 仓类的增值服务 是可以提供的 然后同时针对这样一些高价值的商品 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顺丰 包括一些更加高端的配送的服务的 然后第四个灵活的清关 这个地方可以相对重点的说一下 就是因为收品的东西 它的价值相对比较高 它价值高带来了是说 它在通关要求上 它会相对比较灵活 除了我们所涉及到的传统的BC的清关以外 它可能还有一些超过BC的 可以申报的价值以外的一些 一定要走邮政或者是个人物品的通路的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 灵活的通路的配套的方案 然后意向这个我到下一页说 我直接到下一页好了 然后下一页是关于意向的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当商品进口到国内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第一在申报的环节 它一定会存在一定概率的清关失败 我们目前可以控制这个清关失败概率 在1%以内 但是它一定会出现 那也就是说当出现了这些 申报不成功的商品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即便申报成功了 到了消费者手上 它可能会出现说 我不想要这个货 特别是服饰 因为它试在啥 可能就会 因为各种原因它会退货 然后这种退货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意向的需求 那目前我们可以做到意向需求是说 当清关失败的这部分 我们是可以退回 原路退回到香港 然后在香港的仓内 可以选择 把这个货拿走 或者说你可以重新上架 进行二次售卖 然后对于清关成功这部分 其实海关是有一定的政策上的支持的 就是说它清关成功之后 在三天之内 如果原包裹退回原口案 我们一样可以把它退回到境外 实现二次销售 或者是把它退回给到商家 然后同时在退回去的这个过程中 之前进口所交的那个进口税 也是可以返还的 然后这一页重点讲一下吧 这也是说我们除了可以服务天猫国际以外 现在菜鸟的海外中医餐 是可以服务除了天猫国际以外的 基本上大头的进口的大的渠道 比如说小红书 考拉快手友赞养码头这些 这些都是进口渠道上相对比较知名的一些平台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打通了这些所有的平台 然后也就是说当货放到菜鸟的仓库之后 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一盘库存去共同服务这些所有的平台的 那其实这个事情菜鸟已经做了差不多有两到三年了 然后因为我们最开始是服务天猫国际的 但是同时我们希望给商家提供更多的一些渠道的服务的能力 所以我们去通过两到三年的时间去打通了这么多渠道 这些渠道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市场上90%进口到中国的2C的订单量 然后这个地方我要把时间交回给Conning 然后你看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solution的落单 那我们都简单讲讲我们跟solution的关系 那一般我们会是我们business development这边 或者是ka key account team这边 他们收到商家的需求之后 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需求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那最多的时间就会跟我们solution team Kelvin这边的组织去做一个合作 那就根据你的需求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那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之前沉淀的一些能力 一些重点的solution 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帮助你打通双流的 就是不单单在天猫上面可以买货 包括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快手啊 小红书啊这些渠道我们都是打通了一个例 那是实现了这个一站式2C发货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会有进口团队这个供应链的专家 那他会跟我们讲解一下如果我们可能香港的朋友 他在找货源方面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怎样帮到你 我们是有另一个solution叫做共享菜园的 那还有如果你资金周转方面有问题 其实菜料亦都可以帮到你 那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呢 我们可以怎样做到这个贷款、融资啊 那我们一起来听下我们供应链的expert 好,Rikon,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菜鸟商流运营团的洛川 也可以叫我Richard 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呢 是我们菜鸟全新推出的一个新的商流方面的服务啊 叫做共享菜园 那么什么是共享菜园呢 它是一个帮助咱们跨境生产能更快捷 更安全地找到海量后员的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大家都是在进行跨境进口的生意的 那么想必大家在经营业务的过程当中 都遇到过一些业务上的卡点 比方说咱们跨境的一些商品呢 因为分布在海外各个国家 那么商家您在海外找商品的时候 一定会面临很繁琐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怎么样找到一些跨境的好货 怎么找到一些正品 怎么拿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那这些都会成为您在接下来跨境市场销售时候的一些卡点 同样的找到这些商品中的话呢 您可能会需要跟咱们这个上海的工作上进行一个货物的大 大批货物的采买或者是代销模式的购买 那么在付款的过程当中 由于您和上海的供应商们可能存在一些线上的风险 会导致我们的整个商品的回款方面存在一定的敞口 那这也会间接的对咱们的交易造成一定的风险存在 同样的就是当咱们找到了商品 想去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我所投最近的资金其实并不成宽与 那我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供应金融的服务 来解决我的融资问题 那么这个环节呢 其实您也会有一定的贷款融资的需求 那么最后呢 当您采购完这些商品 找到了这些商品之后啊 肯定是希望商品能有一个更好的销售通路 那么在跨境这个业务商品下呢 由于所有的商品都要走合规的斯坦申报 走贯用电商的平台 那么咱们商家自己所能经营的平台 一定是有限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商品下 咱们能快速的让商家 便捷的联系到更多的取消去 综合以上四类问题呢 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 为大家介绍这贡享菜园的这个平台 想为生产解决的问题 那么简单点理解的贡航菜园 是依托于菜鸟中心舱的海浪库存和菜鸟 成熟的跨境顾问链管理能力 所搭建的一套进口的巡人采购平台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呢 一共总结了一下 有五种核心的竞争力 首先呢是在我们商品的广度方面 我们有海浪的品牌入住在仓内 第二方面的话呢 是在商品的合规性方面 今天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展现的 所有商品都会向商家保证 是食仓的裤子 食仓现货 第三点就是所有的商品呢 在您浏览选中之后啊 我们都会提供配套的物流服务 那这里的物流服务 包括了我们B2B的 投城港道仓和调拨服务 也包含BBC的这种一键代销的服务 第四点就是我们平台上面 会为商家的交易支付保驾护航 我们会提供一套担保交易的服务 保证咱们买方的资金是安全的 卖方的回款也是安全的 那么最后呢就是刚才有介绍到的 我们会提供配套的供应链 集合服务来补充咱们商家的这个金融水位 能更加灵活的拿货购物啊 那么针对于这五个卖店呢 我会注意的为大家做展开的介绍 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在含量品牌方面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商品 那么今天整个菜鸟中心仓的网络 因为覆盖全球大概50多个国家 包含了以美妆母婴保健割户为主的十大核心的品类 累计在仓的品牌数量达到500多个 那么仓内一共有1500多个商家 会上架我们商品到工程菜单的平台上进行售卖 核心的SKO一共有2万多个 在仓的货值呢 我们也进行过速度统计是在50亿左右的水平 应该说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商品货 足够我们海外的商家能快速定位到你想要的商品 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食仓限货这一块 可以看到呢 今天像刚才有介绍到的 共享菜单上所有的商品 都是依托于菜鸟中心仓的一个全球的网络布局 在中国境内呢 我们覆盖了20多个保质区 将近70多个专业的仓库 那么在今晚的话 我们也有以上的国家十几个专业的仓库 因为说这些仓里的商品 仓内的商家 他们的商品都可以共享出来 发布到我们的共享菜单的平台上 那么右侧呢是我们在平台上面的一个商品的截图啊 我做了一个截取 大家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商品 它能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显示出来 它这个商品所在的仓库 以及所剩余的库存件数 每一个在我们线上发布的商品 我们菜样都会保证是 经过我们仓库专业的分解人员 抵货商家之后的商品 可以极大程度上保证咱们商家拿货的真实性 那么下面呢是我们菜鸟中心仓网络啊 在整个中国内地的一个布局情况 我们在华东华北华中华南 以及西南地区和离岸的香港海南地区啊 都有对应的仓库部署 最大限度上的覆盖商家的用仓需求 第三块呢就刚才有提到 担保交易的服务啊 因为整个担保交易的服务 菜鸟是联手了蚂蚁国际一起提供了一套 基于境外B2P的一套收付款的能力 对于咱们商家而言的话 使用这套服务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您是一个想要购买商品买方的话 今天您只需要在国际支付宝的账户里面啊 进行充值 那么当您在共享菜园这个平台上 下发采购电灯之后的话呢 我们共享菜园这个平台会自动扣取 您国际支付宝里面的这部分账户的余额 好到这一步开始呢 这个余额并没有直接打给我们的买家 钱会先进入到我们共享菜园的平台的担保户里面 那么当我们的平台收到您的这笔采购货款之后 我们会通知上有的卖家进行发货 那么当您的 当您作为客户收到这个货之后 我们才会把这笔货款打给上有的卖家 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 由一个中间方做了担保 保证咱们卖家发货的时候呢 他一定能收到货款 买家支付的时候也已经能收到您的货物 那么因为菜鸟还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啊 我们提供的所有服务都会向客户承诺 所有数据是线上透明可见的 因此刚才这个交易链里面的 每一个核心的交易和物流节点 我们都会在线上用信息做客户 那么总结来看我们的担保交易服务 核心存在以下四大优势 第一个呢就是在国家的 海外国家的 海外公司的主体支持方面 我们支持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主体 同样呢在币种方面 我们也支持境外人民币 港币美金欧元等 11种币种的充值交易 那么在国际支付宝的 浪货体系里面呢 咱们商家可以自由的实现换汇 没有额外的收集费用 汇率也是实时汇率 那第三块的交易 第三块的优势啊 主要只限在我们这个 充值的及时性方面 应该说比起传统的银行呢 如果今天您向国际支付宝充值 这个时效率非常快的 平均时效率在T加1左右的时间 那么最后就是当您使用了 我们担保交易的服务啊 每笔交易我们会按照您的 货值抽取千分之五的佣金 作为这个担保交易的 技术服务费用啊 这笔佣金叫 想要同样提供 这类担保交易服务的 竞争者来说 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担保交易的服务啊 好那这次您买到了商品 也付款款之后啊 您一定会想说 咱们的商品要怎么能 快速地付出到 国内的这些电商平台 在这个环节 您可以选择用我们的 批发服 也可以选择用的代销服 那么如果您用了批发服的话 可以配套的使用 我们菜鸟的投尘 港道舱和国内调拨的运输网络 我们有非常全面的 全国的款和这个线路的覆盖能力 好那如果您不想选择 批发这种模式 想选择代销的模式 那么您也可以通过 菜鸟的这套系统啊 对接到这个跨境的 主流的电商平台 目前我们共享测原这个平台呢 已经为商家打通了70多个 跨境电商平台的系统对接 也就是说当您使用 过上菜鸟这个系统的时候 您选择了代销这个模式 就可以轻松的把 公文上的货发布到 像类似于全球购 考拉和友赞 这类主流的 跨境电商平台去 进一步的减少了 咱们作为买家的 一个备货的成本 释放了您的资金压力 那么最后呢 就是在供应链金融服务这一块 应该说菜鸟提供的 供应链金融服务 跟传统的银行相比 我们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菜鸟这套供应链金融服 我们会跟菜鸟的 所有的物流系统 做实时的数据 对接大通 包括您在我们各个 中心仓的数据 保随仓的数据 海外仓的数据 甚至是在运输 投层港道舱运输部 在图库存数据 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 供应链金融的服务体系里面来 那么在我们的 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里面 我们会按照咱们商家的 在仓或在图的 库存的货值 乘以一定的折扣 给您进行放款 那么整体的贷款利率 是在年花6到12左右 那么如果你商家 咱们的资质 金融资质足够好的话 利率也可以比这个更低 然后支持的币种 主要是美元港币 欧元和日元 那么在商家准入方面 这也是我们叫传统的 一般银行的一个优势 会更加的灵活 更加的盆松 那么有了供应链金融的资金 有了担保交易的付款 有了这个 一站式物流的 这个物流待发以后 商家您再在一个 我们您再想在这个 找货平台上面 寻找了更好的供给 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好那以上这些服务呢 其实在使用流程上面 也会很便捷 作为商家 您只需要以下三步的操作 就可以链接到我们 这个过程才能网站上面 首先呢 您要注册一个 菜鸟的物流服务账号 那么有了这个账号之后的话 您可以向我们的 K发起去订购一个 菜鸟中心仓的服务 那么注意这里的 中心仓服务的订购环节 是免费的 只有当年后续在 真正使用到我们的物流 和商流系统服务的时候 才会收取费用 最后呢 您开通一个 国际支付宝的账户就可以完成刚才所说的找货交易 贷款以及发货的这套服务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介绍啊 那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今天啊 大家没什么问题 因为今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啊 我们可以请到你落川 啊 Rickon 和我们讲解啊 那其实基本上 刚才我们讲了就材料 其实不单只可以和我们解决到物流上面的一些乘乏 一些需求 其实我们从资金流方面 又或者从这个商流方面都可以帮你们解决到这个问题的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check box里输入你想问的东西 那如果是害羞的 不想现在是in public的问 你们都可以scan这个QR code 啊 塞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的 我们会one on one是和你去做一个解答 嗯 ok 好 谢谢 Rickon 非常介绍 那时间就好 欢迎 谢谢 好 那我们呢 最后一个出场的呢 就是一个比较神秘的department 一直以来对于大家来说 就是我们关务的同事 那关务的同事 他今天我们就会连线他在深圳的 那他就会和我们讲解一下一个清关的通路 还有这个口岸的覆盖率 就是清关这个场所的覆盖率 他多与少 其实和我们这个买货去内地有些什么关系呢 那以下时间呢 我们就交给现在 在深圳的关务经理Fim 好 西麦你准备好了吗 啊 准备好了 可以听我吗 好的 谢谢 能听到 请开始 好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可以看到 我的电脑有一点慢了 好 大家好 我是Fim 然后呢 可以叫我亚军 对 重点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内地大陆进口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吧 一个是这个我们整体的口岸分布的一个情况 清关口岸分布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呃大陆海关这边在对我们跨境电商进口 是怎样的一个监管的模式 然后以及他的一个税收纳税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第三一个方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跨境电商啊 在大陆进口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一些特殊情况 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一些特殊情况 对 那么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跨境电商进口大陆的口岸的一个分布呢 其实大家在如果在做B2B一般贸易的时候呢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因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这个中国大陆比较核心的几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对 他在这个进口的方面呢也是起到了最核心的作用 那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我们现在呃最普遍使用的这个新冠的口岸 因为他的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也是最好的 不管是从空运海运还是其他的方面来看 对 那除了这几个城市口岸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宁波 宁安台 还有河南的这个郑州 也是一些比较不错的选择 对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备份的口岸方案来使用 嗯 那对于聚焦在香港来看的话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啊 因为广东和深圳距离是最近的 对 然后我们的运输成本啊 还有运输的时效啊 都会是最优的选择 所以我们广州和上海 两个城市的清关口岸 会作为我们香港过来的这个订单包裹 清关的一个首要选择 对 第一选择 然后呢 北京上海还有刚刚提到的其他城市 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plan b 呃 为什么会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呢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城市的这个清关口岸啊 他在处理我们这些订单包裹的时候呢 都会呃 有一定能力的这个局限 就是不是一个口岸 可以无限制的处理所有的包裹 对 他的处理能力有一定的上限 那么我们有一些plan b过后呢 在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更有力的去保障我们这些包裹的物流的时效 清关的时效 对 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广东以及香港 对吧 现在的这个COVID-19的这个情况都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新冠时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对于菜鸟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覆盖的口岸比较多 然后我们使用的这个运输方式也是比较全面的 包括了这个港车中港车 然后以及空运还有海运的方式 对我们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找到比较多的这个备用的方案 plan b 来保障我们整体的这个订单物流的时效 对 那在清关这一块的话 跨境电商包裹的清关整体的时效啊 在日常的情况下来看 大家可以参考10到15个小时 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就把我们的包裹清关放行了 对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大家也可能会是在清关这一块最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说跨境电商的包裹 我们在进口大陆的时候是海关是怎样监管的 对 然后消费者会需要缴多少的税 因为这个跟直接跟这个这个商家的这个销售的成本 对是这个是相关的 那么上面这一趴大家可以看到啊 呃这个图给大家大概概括了我们呃大陆海关 对跨境电商清关的这样一个监管的一个整体的 这个情况他主要是对几个方面做了一些监管要求 第一个是参与到跨境电商交易里面的这些主体 你比如说消费者 比如说电商企业 那到时候如果真的开展了这个业务过后 各位商家就是作为这个电商企业的角色 然后呢电商企业大部分是注册在呃中国大陆以外的注册在境外的 那么如果要开展这个进口中国大陆的这个B2C的业务的话 那么大家都需要跟一个境内的这个代理人要有这样一个委托关系 所以跟跨境电商企业配套的就会有一个境内的代理人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参与方就是电商平台 你比如说比较主流的这个天猫国际 以及考拉海购 对作为电商平台来让各个商家去入住去销售去成交 对 第四一个参与的这个主体就是物流企业 对那菜鸟会作为这个物流企业的角色来给大家提供这个物流的服务 第五一个参与方就是支付企业 支付企业那我们在天猫上面普遍使用的就是支付宝 对 这几大企业 那么他们除了各自需要有各自的这个 各自的这些开展业务所需要的一些监管层面的一些资质以外 你比如说支付宝 他必须要有这个支付的一些注册登记 对 除了这些资质以外呢 这几个参与方的企业主体下面的这四个都是需要在海关 中国大陆海关进行一个登记注册 完成了这个登记注册过后 他才能开始去向海关去做申报 清关这样一个动作 对 那怎么样来跟海关去申报呢 会有三个电子化的单据 对 我们现在跨境电商啊 这个业务在向海关申报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走电子化线上的申报 系统化的申报 对 有三个单据给到海关 一个是交易单 一个是物流单 一个是支付单 交易单其实就是跟我们电商平台上面成交的订单 是直接相关的 对 这一个单据可以由电商企业或者是电商平台来推送给海关 第二个单据就是物流的单据 这个跟我们物流运输的一些工具啊 还有物流的运单号啊 以及包裹里面的商品信息是直接相关的 对 第三个支付单也非常的重要 海关通过支付单里面的信息跟其他两个单据里面的信息做一个对比 比如说我们的商品成交的金额 在交易单里面我们会罗列金额 那在支付单里面也会体现这个金额 这三个单据所有的信息能够匹配能够match 能够统一 那么这样子海关所谓的三单对碰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就会通过 这个逻辑通过以后我们这个订单的包裹啊 在海关的系统也就完成了这个这个清关的动作 就会在系统里面显示是放行的 对 这样一个校验的动作是在中国大陆海关海关总署的系统里面做一个系统化的校验 对 这是几个主体以及他们做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海关也会对商品啊 做一些监管 刚刚其他的同事在分享的时候已经提到了 我们跨境电商啊 在做销售的时候是有一个清单的叫做商品的正面清单 对吧 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那么基本上原则上来讲 在这个清单上面的商品 我们才能去在这个电子商务平台上去做这样一个销售的动作 对 那么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商品啊 比如说一些OTC一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会有一些额外的这个监管的政策和要求 但我们也会给到商家一些合规的一些申报的一些方式和通路去帮大家把这一些比较复杂的品类啊 把他的清关的这样一些流程呃做出来给到商家去使用 对 然后第三一个海关要监管的内容就是订单层面的一些金额 对 这个金额就是海关为什么会对订单做一些限制呢 比如说他要求一个订单啊 成交的金额最多是5000人民币 然后呢 同一个消费者在一个自然年度以内 在一年以内 他最多只能消费26000块人民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 其实他因为这个通路啊 这个申报清关的通路是给到这个消费者个人合理自用的一个一个使用范围的 对 所以他会限制你的金额 如果你的金额成交金额太大 可能已经超过了一个人一个个体啊 合理的一个使用范围 他就有可能会怀疑 有理由怀疑你这个可能是一些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商业行为啊 你可能不是自己用 你可能买回来你还要去再卖给别人 有这种可能性 对 所以海关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所以对这个订单的成交金额做了5000的限制 然后呢 对消费者一年以内可以购买的这个商品的这个总的货值也有限制 你比如说Cony对吧 他可能一月份他买了一个订单 十月份买了五个订单 这类个订单加起来可能已经使用了两万块钱人民币的额度了 那在接下来的11月和12月他就最多再能买6000块钱的商品 对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给到大家 那整个这一套监管的逻辑下来 那就形成了我们这里提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这样一个清关的方式 那么我们在市场上普遍呢 也会把它叫做跨境自由 或者是9610 9610是他海关监管的一个一个编码代号 对 他代表了这个跨境电子商务清关的一个模式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叫做BC或者B2C 对 大家以后在其他地方看见这几个词语啊 就可以理解他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来的 对 就是我说的这一套海关对我们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要求 对 那看完了这个监管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过后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税收方面的情况 因为这个确实是涉及到这个消费者以及商家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对 那整个税收缴纳的一个流程里面 消费者就是购买商品的人 他是作为了纳税的义务人的 对 谁来缴税 那就是消费者来缴税 谁买单 谁下的订单 谁付的钱 就是谁来缴税 那电商企业包括电商平台 还有物流企业在中间起到的一个代收代缴的一个作用 就是他们先把这个税金从消费者那里呃代收回来 然后统一再代缴给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关 对 这是他的一个整个税收的一个流程 对 那这里面呢 跨境电子商务啊 我们的这个税是怎么样一个构成呢 他其实跟我们的一般贸易B2B的情况是类似的 大家在做B2B呃进口去大陆的时候呢 应该有所了解 我们的税收包括几个方面 在进口的时候包括他的关税 包括增值税 还有这个消费税三个部分 对 那这三个部分呢 其实就等于我们的完税价格乘以我们的这个税率 只是说啊 我们在跨境电商的这个申报的情况下呀 我们关税是为零的 就相当于海关直接把关税这一部分免掉了 然后呢 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在B2B一般贸易的这个情况下 是打七折的优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相对于B2B一般贸易 这个跨境电商的清关方式 这个在税收的这个成本 这一方面是会低很多的 有比较大的优势 对 那么他的计算的逻辑是这样的话 里面的完税价格 等于什么呢 完税价格的话等于我们的商品的零售价格 就是在你比如说你在天猫上面开的店铺 今天消费者下了一个订单买了一个商品 里面对消费者来说这个商品的成交价格是5000块 那么这里的500块 对 那么这里的零售价格就是500 那么还需要加上我们最后这个订单 发到大陆的一个运费 以及这个保险费用 对 这三个部分加起来作为了这个完税价格的基础 对 那这里面想给大家重点提醒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电商平台上面销售的时候啊 可能会有一些优惠 你比如说这个代金券 优惠券 还有一些积分抵扣 这样一些情况 对 包括打折 还有满减 所谓的满减可能就是说满500减20 购买满1000减100 这样的一些逻辑 那海关把它分为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像代金券 优惠券 还有积分 这种非普世性的优惠 什么叫非普世性的优惠 就是说这几个优惠 只是个别消费者可以使用的 就比如说 Vin 他有一张这个优惠券 是50块钱的 那么只有他自己有 不是说所有人都统一有这一个优惠券的 那么他自己使用能享受这个优惠 别人享受不到 那这种就叫做非普世性的优惠 这种优惠是需要含在这个海关计算税金的这个完税价格里面的 对 然后其他的像直接的打折 比如说80%的这个discount 对吧 还有这个满减 统一的就所有人买一买了买买一千块钱人民币的东西 都可以享受100块的优惠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普世性的优惠 大家都可以享受的 那么海关就认为这个金额你可以不含在这个完税价格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完税价格可以少一点 低一点 对 那么呢 这一部分也就意味着最后算出来的应该缴的税金也就会低一点 对 这是完税价格的一个情况 然后 就是税率了 有了完税价格过后 我们怎么样来确定 缴税的税率呢 这个其实跟我们销售的商品的品类是直接相关的 那其实作为跨境电商来讲呢 我觉得普遍的大家销售的商品啊 可能集中在这个食品 服饰衣服 香包 对吧 数码电子产品 然后呢 就是化妆品 这几类是比较普遍常见的 对 那整体的来讲 食品服饰数码 还有这个低价的化妆品 什么叫低价的化妆品 就是 我们可以算一下它的单价 如果说它的单价是小于10块钱人民币每毫升的 或者是说面膜小于这个15块钱人民币每片的 那么像这一些商品啊 它的税率就是可以统一参考9.1% 对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高价的化妆品 它的单价超过了或者大于等于了这个10块钱每毫升 或者说15块钱每片 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它的税率啊 就是23.05% 会高不少 对 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 那么整体是这样两档的税率 当然个别的商品啊 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 你比如说一些酒水类的 它可能跟你的这个酒水的这个价格啊和量也有规格啊规格什么的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具体的商品可以具体在讨论 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商品都是会在9.1%或者是23.05% 对 这样一个税率的情况 那可能对于商家来说啊 去把这些商品做一个归类 对 或者是说 判断它的这个大陆进口是不是允许进口的 这样一些方面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 尤其是对于新的商家来说 但是呢这个大家不必要太多的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就菜鸟来说的话 我们已经有比较完善的这个专业的系统 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个大陆清关 是不是可以清关的一个判断 也可以帮助大家来把这些商品进行一个税号的归类 有了税号归类过后 我们才知道这个税率到底应该是多少 对 商家只需要把商品的信息告诉菜鸟 比如说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规格 对这些信息告诉菜鸟 那么菜鸟的系统呢 就会帮商家把这样一些结果都输出出来 对给到商家做一个判断 对 那整个这一套就是中国大陆海关啊 对于跨境电商进口的这样一个监管的一个规则 以及它的税金较大的一个情况 对 第三一个部分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在进口大陆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况 那针对于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怎么样的方法去保证我的订单能够顺利的寄到消费者的手上 对 这里有五个特殊的case给到大家做参考 对 第一个就是说低价促销 因为我们知道在大陆呀 有很多大的促销的活动 比如说双11 W11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然后还有618这样的一些大的促销的节日 就类似于我们海外的这个黑五啊 对吧 Black Friday这样的一些促销的一些活动 所以对于这种促销的活动啊 大家在销售之前都是需要给到海关提前做一个报备的 尤其是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赠品 就是你在销售一个比较贵的商品的时候 你可能会免费的给消费者赠送一个东西 对 赠品 赠品的价格是零 对 这种情况呢 也不是说海关不是不允许 但是呢 大家要提前给海关去做报备 在大厨之前可能一个月啊 一到两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内 给海关做一个报备 这个报备的流程呢 在菜咬这边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了 对 到时候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流程来做就好 嗯 第二个就是金额超五千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我刚刚提到的 在这里海关啊 他要求一个订单最多五千块钱人民币 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商家可能销售的就是奢侈品 对吧 一个箱包他可能就已经是一万块钱了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你不能说不让我去做销售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合规的去按照一般贸易B2B的方式去缴税去通关 那么无非就是说可能这个订单啊 他不能再享受跨境电子商务刚刚说的七折的那个税金的优惠了 但是我可以正常的让他去清关清掉 然后呢把这个包裹派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那这样一个流程呢 我们现在也是完善的 对我们可以提前帮助商家去海关那边做这样一个报备的动作 第三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买家退货 刚刚有一位同学也分享到了 对这个买家消费者啊 他有可能在我们大陆清关之前就不想要这个包裹了 他就退款他要取消 对 然后呢也有可能我们清关完成过后 在送达消费者的手上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说哎 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我拒收 那针对这两种情况啊 我们都是有办法帮商家把这个商品退到这个商家 比如说香港的仓库的 对呃 在清关完成之前 如果消费者取消了 那我们在申报的那一刻 因为是线上系统化的去校验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感知得到 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订单消费者已经取消了 那我的清关的这个动作就会失败 就会暂停 对 这个包裹就不会再清关了 那就会在一定的时间过后就会退还给这个商家的仓库 对 然后第二种情况 如果已经清关完成过后了 消费者收到包裹后 他说他不要了 他要退回来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这个包裹已经清关 已经缴税了 对 这个成本已经花出去了 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对于餐鸟来说 我们已经跟海关沟通好 这样一个跨境退的这样一个流程 对 我们把包裹重新原路的 从原来进口的那个口岸 重新给他退回去 申请退回去 那这个时候呢 海关可以把我们已经交过的这个税金 以及扣掉的消费者 一年的两万六的那个额度返还给消费者 对 所以我们叫做退税 退额度 对 第四一种情况就是设宾威的 大家可能 呃 做贸易的 基本上应该有听说我们的华盛顿公约 华盛顿公约呢 对我们这个呃 宾威的动植物啊 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哪些动植物是属于宾威的 对 那我们的商品一旦涉及到这些宾威动植物的成分的 那肯定在清关的时候就会有困难 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说商品的成分可能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宾威的动植物成分 涉及可能涉嫌 但不一定就是 对 那这种情况下海关也是允许我们来补充提供一些证明 对 我们叫做非宾威物种证明 来给到海关去去核实 对 我这个成分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宾威的动植物 但是它实际上不是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些资料给到海关 海关也是可以允许我们去做清关的 至于这些这个非宾威物种证明这样的资料怎么来做啊 我们参谣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和指引 给到这个商家去协助商家去办理这样一些资料来的 第五一个就是日本的食品 对 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有那个核电站泄漏的那个辐射 对 它有十个县市啊 是属于叫做辐射地区的 这些地区生产的这个食品 呃 是不允许进口的 对 因为它 有这个健康方面的影响 对 尤其是食品是消费者是需要食用的 这些东西是不允许进口 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商品 因为海关在监管的时候啊 可能他会看到日本的食品他就会比较敏感 那么系统层面可能也会做一些控控制 对 系统会去校验 如果说是食品来 是日本食品过来的话 可能在海关层面就会先拦下来做一些查验的动作 对 那如果我们的商品啊 日本食品 它不是产自于日本的十个辐射地区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原产地证明来给到海关 对 告诉海关 我这个东西虽然是日本的 但不是说是那十个辐射疫区的 对 所以这样子过后呢 我们的商品也是可以做一些清关 然后派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对 整体就是给大家分享 先分享这几个关于清关的方面 对 看看有没有 大家上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我把这个麦交还给Conny 对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各位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 关务组算是对于商家来说 一直都是比较一个神秘的部门 因为一般来说 关务组是不会直接对商家或者对客户的 那也是由我们BD或者Key Account Team 这边是关务 可不可以清关 怎样清关 怎样对商家来说最有利的关口 在这些时候我们就会请教这个那么专业的部门 而在赛类进口部里面 我们是有整个阶段是在杭州里面的 那他们是有专人负责不同的口岸 那正如刚才阿Vin和我们分享的就是说 如果香港的商家香港来的货 那我们一般是会首算广州和深圳 做一个主要的口岸的 那上海啊北京啊那些就是一个backup plan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在Tradbox留言的 如果大家想私底下找我们谈 你手上的商品其实是怎样可以通过一个阳光的通路 去进入大陆市场呢 其实都可以私下找我们的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 在进口甜美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好多谢大家给十足的耐性去听我们的sharing 那现在把麦克服交给Doris和Jovie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Connie 好 也都谢谢 也谢谢蔡流那边杭州的团队 就是跟我们介绍了很详细的那个分享 就是关于这些税务啊 还有就是其他的料情方面的 那就是 是的 那很多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啦 那因为今天的内容都很丰富的 那稍后呢 我们都会有回一些关于刚才语会的时候 大家看到有些资料呢 因为大家看到一些表 可能那些资料都比较多的 那我们那里会 省海不可以的话呢 我们会分享部分的资料给大家 那会再透过电邮 和大家沟通回的 那里面也会有 赛料那边的团队的一些联络资料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想了解更加多 就着你的业务想了解更加多的话 那可以再联络他们的 那如果大家今天有问题的话呢 那就多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啦 那就都提一提啦 我们其实这个逆支援的系列呢 那都会接近下个 应该接近会是 4月11号 会有下一转的一个 关于逆支援的一些 一些的 解释的分享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checkboard那里啦 那就是有条报名的link的 那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都可以上去报名 那这次这个逆支援的webinar 那都是免费的 那大家可以透过在checkboard里面的 那条enrollment的link 可以再参与的 那大家再保持留意 我们的EDM啦 说给大家啦 那其实因为 未来四五月份 都挺有多活动 那还有都提一提啦 那我们其实5月26号呢 会有一个retail summit的 那就以往呢 我们在 因为未 就是疫情的原因啦 那所以今年就会是 全部是一个virtual的形式 跟大家见面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 就是都会有很多升级的一些 一些的港者 跟我们去分享回 在疫情之下 一个疫零售 怎么样去运作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 webinar啦 那也都稍后会 其实出了promotion的啦 那四月一号前 都会有一个优惠 去做一个报名的 就是一个early birthday discount 那大家可以留意 那明天会再出一个EDM 那大家可以留意 希望可以在四月一号前 大家也可以享受到那个offer啦 好 那就多谢大家的出席啦 谢谢 那谢谢这么多位的speaker 那我们之后再在线上 跟大家见面啦 OK 多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